当我们看到翁教授看到这个翁晓菱教授另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分析结构的同时呢 我今天也持续连线到这个谢雅图给翁道瑞老师 立法院在三党不过半之下 其实不只出现这个法学博士翁晓菱 还有另外一个法学博士叫做黄国昌 那这些人都成为媒体的焦点 我不知道三党不过半看到国会这些盛态 甚至某一种程度这些政治人物的表现 来翁道瑞老师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想像黄国昌或者是翁晓菱 他们都是所谓的不分区立委 那这不分区立委事实上就是接受到的林立监督 是比较少 因为只要你的党有足够的选票 你就有一定的名额 那这些人虽然没有接受选票的监督 但是呢 就是说他们要担任立法委员 他们只需要一票 那像黄国昌呢 就是只有柯文哲那一票 那么翁晓菱大概就是朱立伦那一票 那这些一票立委呢 到最后就是后面那一个人来做承担了 那以翁晓菱来讲呢 我觉得就是说到最后呢 就是国民党要来决定怎么样来处理翁晓菱这个人 我没有看过一个政治人物 我们常常讲一个名字叫赏卫琪 赏卫琪 赏卫琪就是说当你一个东西刚出来很新鲜 大家很喜欢 然后呢 三个月五个月就叫赏卫琪 我记得我2022年呢 这个刚现身的时候 我有一段赏卫琪 那个脸书呢 来按赞的人就非常多 赏卫琪 那么呢 这个翁晓菱的赏卫琪呢 我算一下大概不到一个月 我今天呢 这个接受专榜之前 我特别去看了一下 他的这个粉丝专业 这非常有趣 他的这个粉丝专业是1月1号建立的 那就被提名不分区立委 然后1月13号 这个要选举 他在安全名单里头 所以说他大概就觉得 应该要有一个粉丝专业 1月1号建立的 那1月1号建立呢 一直到2月1号 这个上任之后呢 2月1号呢 他的粉丝专业呢 去按赞的这个数量呢 大概就是200到300 200到300 就是说OK 对一半来讲是不错的数字 但是对政治人物是不够多 但是230 然后呢 他这个按赞的次数呢 就是去咨询成见人 上对下那一次 我今天看了一下是有4800个人去按赞 那4800这个数量就蛮大 所以他从两三百跳到4800 所以说那个网红的感觉就出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是他的赏位提出来 然后呢 接着人家在质疑他的宪法知识不对 他又出来狡辩 他第二篇跟陈建文人有关的这个脸书贴文 他的按赞数是变成2000 拦腰折半 然后呢他接着要讲说这个要总统二轮 就变成800多 变500多 变200多 他昨天去跟那个罗自强直播 我刚刚看到他跟罗自强直播的那一段运带呢 他贴出来的那个贴文按赞数只有126 就是说我的脸书是严重的 对脸书限制点阅 因为有很多朋友就看不到我的页面 他们就不让我的影响力有太大 被限制 126 以我当时候呢 就是说刚先生之后 声量最大的是126个点赞 对我来讲是两分钟 两分钟可以有126 他这篇贴文贴出来到现在大概十个小时以上 就126 所以说你看他的脸书 这是在政治人路里头我没有看过 即使你徐晓鑫 很多人就不喜欢徐晓鑫 你去看徐晓鑫 他即使有这么多的争议 违规停车等等 很多的乌龙爆料 徐晓鑫的脸书的按赞数呢 现在动不动都还有三千五千了 声量都还在那边 他跟那个罗志强 直播的那一段 罗志强自己的脸书也有贴 大概是几万个人的观赏 然后呢 按赞的大概也有一千左右的人去按赞 然后翁晓鑫 一样的事件 他是126 所以说他是一个赏位 赏位戏非常短的政治人物 而且他的人设 他的形象 那个宪法学者的形象呢 那个分类的速度 我可以讲前所未见 那这个呢 我觉得会变成 国民党的一个烫手山蕴 因为呢 我常常这么讲就是说 一个人顽固 跟无知 顽固跟无知 不能同时存在 你顽固没关系 但是你很聪明 你很聪明 你的顽固大部分都是对的 所以是这种顽固没关系 或者说你无知 没关系 但是你无知 你不顽固 因为你不顽固 你的无知呢 常常会有人来帮助你 常常会听从别人的意见 你的无知也不会有问题 那当然人最好就是说 不顽固又睿智了 但这种圣人大概找不到 那么呢 就是说 对翁晓鑫 我看他到现在的表现来讲 他是顽固跟无知 两者间距 而这两者间距会互相强化 因为你的顽固 你会变得越来越无知 因为你无知 你会变得越来越顽固 那你的顽固又变成无知 这个到最后就是说 我们用一个形容 就是说 当有人要拿楼梯给他下 一只猴子爬到电线杆 有人拿楼梯给他下 猴子爬越高 拿更长的楼梯给他下 他爬越高 拿更长的楼梯给他下 他爬越高 爬到最后呢 他那个高度已经没有任何楼梯 可以接他下了 他剩下摔下了 这个大概就是很可能是翁晓鑫 最后在立法院的命运 蒋介石时代 如果他有存在这样的一个 国会议员的话 我不知道他敢讲出 他现在在立法院所讲的话吗 那你怎么看黄国昌的表现呢 黄国昌 我觉得黄国昌他在中研院 在发表的一些期刊论文 其实我拿出来看过一些 虽然我不是这个政治的专业领域 但是呢这个学术研究的东西多多少少找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功力 所以说就学者的训练来讲 我觉得黄国昌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黄国昌的问题比较大 可能在于他的性格 这是一个自恋性格比较大的人 自恋性格比较强的人 对美光灯的需求比较大 然后呢他又尝到那种聚焦 媒体聚焦的这个感觉 所以说当你失去那个美光灯之后呢 他那种惶恐 大概是我们这些没有被聚焦过人 所无法理解的 他的问题大部分在性格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么来讲 就是说假设他当初太阳花站出来 他当初反媒体中史集团反媒体的垄断 这些他跳出来 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呢 他跳出来是真正为了来执行他的理念 支持他的理念 另外第二个可能就是说 他只是为了出来抢美光灯而已 那我们都一直认为他是为了理念 所以说民进党就 你让他 辅选他 让他去当选立法委员 可是当选立法委员之后呢 他的理念不见 反而到处都是在抢美光灯的动作 所以说这时候就有人想到说 你黄国昌当初这些事情是不是为了美光灯 而不是为了理念 那么在这一次的立委选举就是说 他不管是从这个福茂的角度 或者是从很多的政治理念的角度来讲 他做了180度的转变 然后就去跟柯文哲贴在一起 他以前批评柯文哲的事情 他现在都在做 那现在他做这事情呢 你看他就是说上了媒体 跟韩国瑜拥抱 然后跟这个傅昆琦 杯酒烟欢 你看他那个灿烂的微笑 他非常享受现在的美光灯 所以说当你一个人做什么事情 为了美光灯 只要有美光灯你就会出现 不管背后的理念是为什么 当你一个人为了理念呢 你理念正确你才会去做 你不会去为了美光灯去牺牲你的理念 那黄国瑜拥我现在就是很明确的 这个人就是自恋性格很强 哪边有美光灯 他哪边去 他不在乎理念 甚至他自己讲过的话 批评过柯文哲的话 批评过之后他就忘了 因为他是为了抢美光灯讲出来的话 当然很快就忘了 所以说他是性格的问题 跟那个翁晓琳是完全不一样 翁晓琳是基本学术训练的问题 那学术训练的黄国昌这边我觉得问题不大 是 欧老师我知道您跟在这次大选当中 您自己也想尽办法跟柯粉的这些年轻人互动 你看到黄国昌 看到民众党 看到了柯文哲 就是说这里头对我们来讲有一些落差 一些落差就是说 同样我们在观察一个政治人物 我们同样在看一个政党的发展 为什么我们接受到了资讯 跟有些年轻人接受资讯会落差这么多 这个部分翁教授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吗 你的这段时间你的观察 包括这样一个政党的一个走向 他毕竟在2024总统大选 拿下了百分之26吧 369万的选票 那翁老师 我想就是说这年轻人他们对就跟我们 我们年纪比较大 跟我们的落差 我觉得应该是接触的媒体不一样 像我们都还是习惯阅读 我们习惯阅读 所以说阅读的媒体阅读的资料来源 还是我们主要的来源 那阅读的资料呢 就比较特色 就是说比较有结构性 可以谈的比较深入 然后你可以慢慢看慢慢读 所以说我们对很多的事情的议题的理解 会比较深入 那年轻人他们就比较偏向影音媒体 那影音媒体大概都标题 然后结构性也不是那么好 因为是影音的关系 然后不深入 所以说他们对很多的议题的认识 就停留在标题 甚至连事实他们都没有完全了解 那这个呢就是说造成我们之谈 跟年轻人之间的一个很大的落差 但是呢根据我跟一些年轻的这些 科文者的支持者 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叫他们科粉 就他们科文者的支持者 我倒是觉得就是说 他们还蛮可以沟通的 我接触到的就是说 有一个呢 我原来在温哥华这边 台湾人的社团 他们就不别找他来叫我来开导他 他妈妈其实是我的连友 很多人的连友 所以说呢这个年轻人 我就在温哥华的时候 就是跟他稍微 讲了大概可能三四个小时 然后呢在旁边的同乡都非常好 同乡有人要讲话的呢 就有人致死同乡说 不要讲不要讲 让这个年轻人来讲 所以说大概就是 我跟这个年轻人之间的对话 那么呢 这个总统大选之前呢 我回台北 回台北之后呢 这个年轻人的妈妈又带着他 还有他的弟弟 来跟我一起吃饭 也是一群人 那我也就问他说 你又来这边跟我见面 我是说你是因为礼貌来 还是说我在温哥华那边讲的话 没有听进去 你是真的是来这边沟通 还只是为了礼貌 别不好意思 他跟我讲说 他真的听进去 所以说呢 这个并不是不能沟通 那么呢 就是说对这些 柯文哲的支持者 我觉得他们看到 民众党的立法委员 到了立法院的表现 我觉得他们会很伤心 因为这些人呢 不管就是说 他们对柯文哲支持 或者他们对民进党 有一些抱怨 他们一个共同点就是说 他们痛恨国民党 他们再怎么看 再怎么想 他们都觉得国民党没有存在的余地 他们对民进党失望 但是呢 他们的国民党是绝望 他们对这个民众党是希望 所以说呢 这是讲说柯文的三个态度 对民进党有希望 然后呢 对民进党失望 但是对国民党是绝望 减货之后呢 他的希望 会跟绝望合在一起 所以说呢 我们就从常识来判断 他们不会把对民进党的希望 转移到国民党 但是呢 对国民党的绝望 很容易会转移到民众党 所以说呢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民进党的这些 民代或者有声量的人 我觉得要回过头来 就跟这些柯文哲的支持者对话 那这个对话的过程呢 第一个不要去羞恶他们 不要去说是柯坟 没有在用啦 我当然没有在讲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来看 因为我接触到的这些柯文哲的支持者 其实都是很好的小孩 也都是来自很好的家庭 只不过就是说他们的年纪 他们真的是遭遇到很多的挫折 买房 成立家庭 这个工作上 薪水等等 他们真的是生活上 有遭遇到很多的挫折 而这些挫折呢 在柯文哲的挑拨之下 他们变成转叛横 变民进党不满 所以说他有这些背景在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了解他们 不要说他们无脑被骗 什么磕粉之类 这些羞辱性的说法 没有沟通的效果 去了解现在的年轻人的困难 老实讲 现在年轻人跟我们这个年纪来比 是差很多了 我有时候常常朋友在聊天 我说年轻人 叫我再年轻一次我愿意 但是叫我再年轻一次 去面对现在的房价 面对现在的工作 我宁可年纪大 我不要再年轻一次 所以说他们真的是有些辛苦 所以说民众党的实际的行为 这些立委直接在 比如说召集委员的选举 整个票倒给国民党 我想对很多柯文哲的支持者来讲 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有一些可能也会因此醒过了 欧教授 我其实蛮赞同您的论述 其实支持柯文哲的这些人 不要一味的认为他们是被洗脑 这些人有很多是知识分子 这些有很多在各个领域当中 表现优异的年轻人 他们的确面临到高物价高房价 也会觉得那这执政党到底帮了我们什么 当我们开始具有投票权的时候 面对的就是民进党执政 所以民进党必须要真的放下身段 谦卑谦卑再谦卑去了解 这些原本可能是你的支持者 最后选择出走投给了民众党 投给了柯文哲的真正的原因 那尤其在这个资讯呢 已经是完全非常的多元 那些年轻人不可能像这个翁老师跟我们呢 比较习惯阅读 比较习惯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进行爬梳 年轻人也许他没有这个习惯 然后这个短影音 包括了相关的资讯 都以这一种比较有政治性的方式 进行投放的同时 年轻人一时之间 他接受的资讯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必须在 在这方面呢 大选结束之后 留下非常多的问题 必须要好好去检讨去面对 我非常谢谢翁教授 今天提出这样的一个论述 真的非常开心 因为毕竟年轻人有很多的想法 小军我打断你一下 我打断你一下就是说 我可以给你做一个建议 我7月份回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这个节目 我们找三五个柯文哲的支持者 就30出头岁的年轻人 27、28岁的年轻人 然后呢就是说 由我来跟他们对话 就是说一个对话 因为我是百分之百的民进党支持者 他们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就是说对话就是说 我要听他们不支持民进党的原因在哪里 我也要告诉他们我支持民进党的原因在哪里 我也要听他们支持柯文哲的原因在哪里 我也要告诉他们我不支持柯文哲的原因在哪里 那这样的对话如果说能够大家真的是 抢开心胸 在一个互相尊重的立场之下做这个对话 这个放在网络上 这样的对话我觉得应该会很有意义 可以 我们来执行好不好 那么在线上的所有的海内外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在台湾的观众朋友 你们可以现在开始报名 那7月份的翁达人老师回到台湾 我们就慢慢来执行你们现在只要有意愿 您过去把票投给了民众党 投给了柯文哲 或者是您投给的是黄珊珊 您自认为您对于民进党其实比较不满的 我觉得大家一起站出来 我想听听年轻人的声音 这样的多元的声音去呈现 才让这个政府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非常谢谢 那么所有的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讨论呢 不厉害 各位朋友 制作高级快木家具剩余的角料 所提炼台湾味道的原生快木精油 他开发天然快木精油为主 这种香氛沐浴精品 也获得国家品质认同 过去曾经获选为台北市政府 跟外交部国庆贵宾赠礼 小军专属优惠码GREX PLUS 90 快山坊全管优惠一直到3月31号 支持快山坊跟你共同来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